如果你在发球的时候 看好 你们在发球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这个球 不对好拍头 我们发到这里转不转 发到这里转不转 发到这里转不转 显然是有的时候 还发到这里 这种边别 那就直接失误了 到了这种地方就很危险 一发过去的球 这个球就容易高 那我们如果说是 在发球的时候 我们学会对准拍头 你看 用这个地方发起来 球是不是特别转 是不是 是不是特别转 所以说话 发球发的转发的快的基础 发的转发的快的基础 就是在我们的拍头位置 左侧下旬的发球 是在这个拍头 反手 拍头是在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是最转的 尽量的在这里 如果你反手的话 你对不了拍头 你发到这些地方 它就不会转 发的不会转 这一定是在拍头的位置 你看 这样子就转了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勾手 发球的话 我们要靠 靠拍头一点 就不在这里的 就上去一点点 这种球 勾出来就转 那我们坎式发球的话 也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 正向旋转的球 就是存下旋球 我们尽量去摩擦这里 到这里 而不是在这里 所以说的话 拍头比较重要 发球之前 你要发转 你对不好拍头 你永远没有办法发的转